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Skychub全能室内设计师养成班 这里是我们的第一部分 方案推敲建模篇 我是大家老师 Andrew 我们这一节就正式进入到了第七章 第七章是我们的厨房硬装设计推敲 那么这一节是第一节 和这个客餐厅一样 是粗略确定这个厨房地面的完成面 为什么要把这个厨房单独拿出来讲 就是因为这个厨房在我们住宅空间里面 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域 而且它涉及了这个橱柜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厨房这块 其实在印装方面比较简单 我们最主要的还是 我们这个最后一节固定家具和橱柜的一个深化 这个才是我们厨房设计师重点要关注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一张呢 因为这个空间很小 所以说我们这个所消化的时间就比较短 大家很快就可以听完这个课程 那么同样地面呢 还是要注意完成面 一般是50毫米的一个厚度 好 我们切换到这个模型 然后还是同样 这个地面完成面 我们这样给它描一圈就可以了 这里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橱柜 如果你是那种食材气柱的那种 那你就需要把这个橱柜的地方留出来 我们橱柜的地方就不需要有这个地面完成面了 对吧 它是直接气柱在我们这个楼板上面的 但是我们现在一般的橱柜很少有那种气柱的 我们都是这种直接做在这个地面完成面上以上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还是要画一下 好 然后呢给它成个组 这样拉上来50 对吧 然后呢 哎我们同样是一个大的一个组里面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呢 因为这个食材啊 地面已经确定了 可以先这样贴给它 对吧 那我们呢就插一个这个分缝啊 我们分缝呢 等我们这个墙面完成面做完之后再去给它画 好吧 那么这一节啊很简单 大家呢也可以快速的练习一下 好我们这一节呢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一节再见 我们下以后呢 在这里的感觉 就是我感觉到你 再试一下 你们再试一下 这点 让我们下一个 就是有的 你是在身边 为什么